那其中被告張敦亮一共犯三罪 那殺人未遂部分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另外強制兩罪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及十月 因執行有期徒刑九年 那另外兩位被告李偉林跟陳靖豪 分別是犯傷害致重傷罪 各處有期徒刑四年 另外各犯強制兩罪 分別處有期徒刑七月及八月 那兩位都一樣 因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八月 是因為整個案件發生的過程中 他們有對被害人以及其他在場的相關車上人員 對他們有強制的行為 所以是依照他的行為來論斷 所以他們三位被告是各犯是三個罪 但最終的部分是張文亮的三位罪 以及另外兩位被告的傷害致重傷罪 警長請教一下 如果有這個信息來講是稍微騙重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判決 而不是要佩計像說五年六年之類的殺人 會水果分 這個是屬於何一廷本於他審判獨立來做判決 而在他的判決裡有一面敘述是說 因為他們只是因為行車糾紛 然後就這個對被害人做這樣的一個嚴重的傷害行為 而其中張文亮部分依照判決書內有認為是說 他另外自己用腳來對被害人重提訴次 所以認定他是有殺人的犯意 雖然說被害人因為適當的醫療 並沒有因此而產生遺憾 但是也造成相關的後遺症 所以認為說張文亮還是成立殺人微遂 那他的刑度部分算是最重 何一廷就犯態度是整體考量 因為這個案件審理時間也相當的一段時間 那由何一廷根據整個審理過程中來做最後的判斷 這個案件可以上訴 可以上訴 相對來講我們想以判決書為準 因為事實上剛剛判決而已 他判決書的內容會更詳細的記載 那我等於是對外做說明他整體的一個主文判決 這樣 目前這個何一廷還沒有給我新的這個不同的說明 應該今天已經宣判完畢嘛 那應該還是先行換壓 我們可不判決書 described 這些案件那宣判決書政府 在父母上報道 發發聲出來 但是この策判決書